孙楠 有人找你 好嘞 孔总 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干嘛 你又干什么 孙楠 我问你啊 你去孤儿院 去干嘛 你又跟踪我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这不关你的事 没什么事我才走了 孙楠 你去孤儿院 是不是去找一个人 孤总你觉得我是去找谁啊 我当然是去找 是在多年的金兄妹了 总不能是去找青骨肉 那可不一定 问你可想太多了 而且就算是真的 也跟你没有关系 孙楠 我是个男人 你凭什么事情不开玩笑 顾亦北 我告诉你 几年前我没有怀孕 我也没有陪你为我生死 你大可不必担心我过几年 带着孩子那张迷人妻 走 走 徐总 走 顺路 借你下班 借我 对啊 一起走啊 不问要有钱 那还行 徐总 顾总 你好 你好 你好久不见了 听康哥说顾总青年才俊 那有机会 一定要合作一下 好啊 但是我还有事 先走了 这个顾总 还挺有意思的 明天晚上一起吃饭 吃饭 我知道一家三天很不错 请你 我请您爸 徐总 徐总 徐新闻事也麻烦你了 客气什么呀 一定有生日 是吗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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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湯 还点 腾哥 你是忙啥呢 我能忙些啥 每天就是给人做一些牵线打球的事情 哈哈 你 numbers 我就是这么个任性的人嘛 你了解吗 哈哈 阿伯 你还记得你那个同学吗 哪个同学 就是那个徐少林 上回点的我 negative 那个 苏男 苏小isz 海内都好久以前的老同学了 谁记得 两年前 你在临时出差 你突发的未出血 你忘了 怎么样 医生 目前病的情况有点紧急 需要大量梳醒 是RH一线熊毛血 这种血型目前无血不是没有的 谢谢 谢谢 不消息交费 医生我来请了 医生 我去 这个地方微温 输卜 收拾量有点吧 你先休息一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好的不变的浪漫的情节 遇见的错过的月亮光的零雀 有你之后我的世界 也忘记了零夜 寂寞的去不想再说道别 在这个万物生长的三月 总要有海面吹来的风 如果有你的季节 祝福我热恶的世界 你都带着你这边说话 风停在沉边 祝福我热恶的爱这个世界 你信我报告为你更加挣钱 记住这很感觉 留给未绝的以后满满了解 啊 我 这是书天生 那个人怎么样 他已经脱离危险 这一刻跟他伤害救了他 他留联系放手了 当初 徐赵琳带她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面熟 后来我仔细一下 终于想起来 就是在这个医院见了她 人家女娃冒出生命危险给你下的血 不过 全女孩也命苦 你知道吗 她是个苦玩 苦玩 虽然孤儿园没有更多的线索 但是至少肯定 你不是被他们抛弃的 蔡佳 其实我之前也无数次想过 如果我真的是被他们抛弃的 那你说 我就算找到他们 我要怎么面对 别瞎想了 没有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 徐兆玲对你这次寻心的事情 特别伤心 是挺伤心的 她人挺好的 那 你对她就没有 内容感觉 什么感觉 也就是喜欢的感觉 喜欢 我不喜欢她 想什么呢 那我就放心了 你这一天天怎么神经兮兮的 顾一北 她知道我去公儿院的事了 什么 你怎么跟502似的 总黏着你啊 她觉得 我跟她有个孩子 太傻了吧 那时候的我 何尝不想呢 现在 是不可能了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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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会儿来吃饺子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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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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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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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挺美的啊 是 而且这边还挺漂亮的 第一次来这边 对 第一次来 以后也就会多来 好 您好 您是苏南小姐吗 是 这是您的快递 快递 对对对对不起啊 喂 这 您没事吧 我看看 请上车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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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宁城啊 忙点事 明天就回去 你那会儿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是真吓了一跳啊 没想到 现在混得是 有模有样 出来办个事 都是高级经纪了 还行 你呢 跟着忙着你 别提了 自从当年啊 咱们一块创业师范 我就心灰意冷 放弃了事业 选择了爱情 跟着老婆 就过来了 不对了 我老婆也是您承认 到这之后呢 我俩 就过着平凡的日子 两口人 就变成了三口人了 那时间过得真快 离转业你还这么大吗 可不是吗 离转业你还这么大吗 离转业 可不是吧 可不是吧 离转业 来 那我问你啊 那我问你啊 您问您从这段时间 有见到苏男吗 苏男 苏男 这不是巧了吗 我老婆跟苏男是高中同学 没想到吧 我还听我老婆说了 他家 一直都过得不怎么样了 他家一直都过得不怎么样了 听说他爸爸呀 一直都不是个正确人 适度成性 而且啊 经常明里暗里 找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年他妈妈重病 他爸 都把他妈看病救命的钱 给输光了 后来好像 因为贪污王法 进了监狱 他妈妈 也正因为没有钱看病 咱可了知道 去世啊 我以为你都知道这些呢 没想到 真是一点联系都没了 得了吧 来 见过啊 来 那就不送你上去了 好 徐总 今天真的谢谢你 谢谢什么呀 我都没保护好你 都怪我 扫了你是我的兴致 好了 咱俩再这样 就趁祥林扫过家家了 没完没了的 行了 快上去吧 你回来了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谁打你了 算我倒霉吧 一个耳光 还匿名 谁这么骚心病狂啊 该不是不以为吧 不能吧 你等着 改天我肯定帮你教训他 他家一直都过得不怎么样了 听说他爸爸呀 一直都不是个政治人 嗜度成性 而且啊 经常明里暗里 找一些见不得人的勾搭 那年他妈妈重病 他爸 都把他妈看病救命的钱给输光了 后来好像 他妈妈因为他无妄法进了监狱 他妈妈也正因为没有钱看病 咱可能治疗 去世了 为什么顾一北是这样的呢 监狱就这种事 苏南 顾一北 你还有脸来 苏南你听我说 说什么说啊 有什么好说的 谢谢 对不起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嘛 看我不是苏南好好教训 好吗 再加 顾一北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再加我们走 苏南 喂 苏南 怎么了 什么 干什么 没什么小北 我 我就是有点心情不好 干什么了 你说人活着为什么这么难 你放心 公司这边难题马上就快解决啊 这样不行 要不然我现在过去 你别 你别过来了 我 我就是 我爸跟我妈吵架了 我没事 让我过去陪你两天行吗 真的不用了 你不是还有个项目吗 你好好忙 行 那你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就让我给当你了 我 你 你 你 我 最近忙什么呢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问你 嗯 一个人 如果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 长大以后 又被养父母抛弃 那是不是很可怜啊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啊 我认识吗 我别管你认不认识 我就是想问你 我该怎么帮他 那他 是你什么人 一个救我命的人 怎么样 许总 公司这一季度的业务量 可增加了不少 任务率也是涨得更高 不错 管理有方 也功劳很大 那你说 你是不是离不开人家吗 请注意你的措辞 是公司离不开你 不是我离不开你 那对我来说 你就是公司啊 你不只是公司 更是我的全部 赵琳 咱们过去度过了这么多开了的时光 难道你就不怀念吗 就像你说的 难道是过去了 咱们现在是一起共事的伙伴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你这个月的业绩不错 继续努力 赵琳 赵琳 来 我知道 你这么对我 都是因为那小护理界 范总 客户刚打来电话说 公司提供的合同有点问题 麻烦您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自己不可以解决吧 就招来招我 就是成废 出去 郭宇伯 我可再看见你了 你这还去哪儿啊 找你半天我找不着 去哪儿到宁城 宁城 你去宁城干嘛 怎么着 我现在我去哪儿干嘛 还非得跟你汇报 那也不是不行 不过说实在的 你这两天不在 我又是个共商对街 又是个假房坦白的 技术部那边 还出了点小问题 我一个人可是忙得要死要活的 你不请我出去嗨一下 可说不过去吧 还是 没兴趣 拜 你呢 你 奶奶 你怎么 爸爸想你了 爸你 奶奶 爸爸结了两人行 这两年 灌了 Sleeping 修医 你找我什么事 爸爸找你 也没啥事 这不是爸爸刚出来 好几年没见 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我过挺好的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难道 爸爸当时也是一只糊涂 你妈走了又嫂 我在想 咱们俩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爸爸已经改过私心了 你看 去年爸爸在宫里干活的时候 还从歌风摔下来 叫不你看 把铁都摔断了 我就在想 这也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 爸爸现在就你一个女儿了 爸 我真的很感谢 你在小时候给我一个家 但是我现在能做的 就只有这些 爸爸不是来管你要钱来了 爸爸是就想和你过日子 我一个人过挺好的吧 你拿着吧 这卡里是我这些年 所有的积蓄 密码是我生日的倒训 哎 南娜 南娜 九六五 没有结婚吧 哈哈哈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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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人了 啥 考上啥 我考人了 安平大学 我靠长大学了 你快看 那是中间大学 奶奶 你太棒了 奶奶 为啥咱要好好高兴一下 请咱们做勇气 找回朋友 大只大和亮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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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支持 笑话 不错 不错 小学生 姐姐 咖啥 水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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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这又几点了 您跟我们是一起的这样 吃早饭的聊天的都有 不知道现在上班时间吗 还有人没来上班 谁这么大胆子 江总 这是苏南的位置 人事 这里 江总 给我记苏南碰工一天 把全勤奖给我扣了 江总 别跑了 你留着自己喝 去哪儿 你最近是不是和大老板许总走得很近啊 我们就是朋友 你们觉得你还是应该收敛一点 收敛 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吧 其实 江南 他是许总的前一路 啊 其实许总早就把他甩了 只是他一直都不甘心 所以看见 不是不是 我 我跟许总就是普通朋友 而且我来清城只是暂时落脚 我不会待太久的 好 直接来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有关机构我都问过了 如果连亲生父母的性命都不知道的话 寻亲这件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也无能为力 那怎么办 不过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你这个朋友的个人信息 发布到网上去 让网友帮忙寻找 可能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 这个需要征求你那位朋友的同意 不行 绝对不行 行了 你让我再想想 你先去忙 好 好 大总 怎么样 把话带到了吗 带到了 听他的意思是 他不会在这儿待太久的 算他实相 你去忙吧 哎 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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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你可的爸爸吧 又有火出现的人来了 你怎么没完没了的 爸爸不是千点多吧 你不是刚给过你钱吗 你又还完了 没了 我不找你还能找谁啊 好 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最后问你 那个档案袋在哪儿 什么档案袋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嗯 哎 南娜 你是不是现在看我落魄 啊 不想任务了 你要找你的新把新发去 你给还是不给 给可以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 队长 哎 干嘛还钱 来 大哥 我签一签我认 我肯定给你们 跟我两件 刚你搏进去了是不是 这不是我来找原样来了吗 大哥 这是你女儿啊 大哥 别动我女儿啊 大哥 我让你成 把钱操了 大哥 哥儿啊我退你 哎 哥儿 跟到我 没事吧 没事 走送你回去 好 哥儿 你给钱上来给你 哥啥你哥 我让你们上来的不用 不是车后来跟我同意上来吧 别跑了 你 我把沙里保 我是同意上来个保下 我这个买对你 你看 嘴巴嘴都挪一挂 你还要这么用钱 这不容易 饿宝要来钱 你们咋会能有钱一点 滚 滚 滚 还要啥钱你 滚 滚 滚 死了 滚 好香啊 那咱们开动 开动 谢谢老 客气 好吃 好吃啊 我给你尝尝 嗯 吃什么 你多吃点这个 好 能够着吗 对 对 孙楠 今天那几个人是 没事 就是有点误会 师哥 你多吃点 多吃点这个茄子 还有这个呢 你是不是够不着啊 多吃点 来 孙楠 以后让我保护你 喂 徐总 茜茜 好久不见啊 你又来了 师傅 你还没吃饭呢吧 我给你拿了啊 好香啊 徐总 这段时间啊 谢谢你照顾我们叫苏南 客气 好香啊 好香啊 你们怎么睡啊 吃 吃啊 喂 虽然不爱吃这个菜 对吧 你都吃了 谢谢徐总 小姑 这也太魅力了吧 老板 就咱们俩 今天没有别人 你就是卑鄙 这也太魅力了吧 这也太魅力了吧 哎呀 这么大的 真好看 小姑 你真是个得好女婿呀 丧夫 老撒了 看不见都有口肺 还有很多呢 多吃点吧 你放心 那今天还不会让你失望点 分条 小姑 那可不客气了啊 老板 欢迎光临 乖饭 子 天啊 肯定是 好 阿嬷,阿嬷,阿嬷 你 你们先出去出去 哎哎女子怎么出去哎女子 哎女子怎么出去 哎哎哎呀你刚杀你了 哎哎你身体重要啊 嗯 小姑娘 怎么不爱看你呀 走死的又厌死的人 哎你都知道 拿好这一口呢 莫给你手 你这个女婿啊 莫认定的 来 来 来 哎 老婆 你既然这样啊 咱一家人不说两次话 嗯 那我问您个事 傻子的说 我听说这个苏南 他是您灵养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 苏南他亲生父母的信息是什么 咱一家人不说两次话 那我问您个事呢 傻子的说 我听说这个苏南 他是您灵养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 苏南他亲生父母的信息是什么 你们这次干啥 我告诉你 苏南虽然不是个亲生 但是 他是个女儿 我跟你说 你们谁都不笑 把他给我抢走 抢抢抢抢 来 喝酒喝酒喝酒 您这话说的啊 她永远是您的女儿 您这话说的啊 瓜叔俩 这死 舍仨都不吵 老公 爸 舍仨都不吵 来 大 你知道 您手上不是有点紧吗 你看这样 我给您一百万 您告诉我 苏南亲生父母的信息 坐上 一百万 那我瞧瞧 你再瞧一遍 一百万 好 成小 来 姐姐 我 你 你 那 你 你 呢 你 这个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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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把我几个女子给我交来 好 来 快消息 好的 去 等一下 一辈子 哈哈哈哈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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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这您的消费账单麻烦结下账 我能预讯您 你女婿我们不知道在哪 快快快 人费交上去 我告诉你 我女婿可是大老板 哎 你们信不信 我一句话 我还准备在这儿 你能买下来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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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的 屁花可玩的 杨卫东 56岁 家住西安 早年间有一个走失的女儿 她现在人在哪 这个 可费了我好大功夫呢 顾总 她在怎么借我呀 好说 太没诚意了 胜利路29号 嗯 你要想找到她啊 最好尽快 我听说 她儿子给这老两口办了一名手续 我就马上就要出国了 怎么样 最好换 对 喝什么 请 江总 是男的那你一颗子的顾总拉走了 什么 怎么了 这小狐狸心还真能勾断 人情要痛苦了 没想到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他们终于去工作 小狐狸 这小狐狸 记得收拾的 到时 小狐狸 小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办 他们挺好的 这就够了 谢谢你小妹 没事 走吧 走吧 刚刚苏南被拉走剧情也太专门了吧 你别说 顾总真的有点像拉走什么家 可不是吗 那苏南异性丸超好的 就连咱们集团大老板许总也经常为他出去呢 两个大帅哥围着他团团转 简直幸福死了 不是吧 那我们先走了 江总 江总 完了 走 正常你有事呢 这个月的运气报表 什么事 苏赵霖 你告诉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苏南 你闲着没事又在发什么疯 赵霖 只有我一心一意地爱你 那倒我们就不能和好呢 赵霖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再警告你一次 别再无力去了 可是你这两年都没有找过别人 就算我不跟任何人在一起 我们俩也不可能了 赵霖 你说过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人的 我知道是我不好 是我任性 能不能别不要我 他想到 帮我完成心愿的人还是你 小辈 我真的很幸运 上天让你再次来到我身边 我想仅仅抓住 如此珍贵的每一秒 可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说爱你了 希望你好好的 我依然会每天对着月亮许愿 让你碎碎年年 分分秒秒 都幸福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 是你 说我怎么了 许诏理 两年了 为什么一个苏男 就能把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的感情在两年前已经结束了 那个时候没有苏男 别再少了 许诏理 我对你没有后悔过 请不及格随着 你们更多 很危险 对 你更能够 wiadomo 我 起床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飞 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爱我才 世界回望中的天取暖 心数着那么多的爱与悲哀 总有平淡 总有困难 都从来 未来 一旦错过就消失不再 有人回来了 有人真难以堪 谁在梦中总有你心难 太多悲伤星星一瞬间 太多人却从事看不穿 直到心里的平安 逐渐变得不满 最早的心里的人简单 天台的风 让心不疲乱 和自己一起出世狂战 直到心里的继续 随着微风飘流 扬起着梦里疲倦 都从来 未来 一旦错过就消失不再 有人回来了 永远正在离开 梦里梦外总有警察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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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咋的 谁惹的你 你去打人吗 你都是在这儿打球呢 我的球又没人惹你 走吧 孟楠 孟楠 对不起 你该说我对不起 我知道这五年你受苦 我应该陪着你 以后我们全都补过来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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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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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 江总 您这是怎么了 你 这是苏南的手机对吧 是她的手机 她在洗澡 你是谁 顾一北 对了 她今天可能上不了班了 我帮她请个假 谁打电话的呀 怎么了 徐扎林刚才给你打电话了 我接她 而且我帮你请了假 你吃醋了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真的 头发还没干吧 小男 你知道喜欢一个人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 但失去一个人 才知道 那个人有多重要 所以说 我再也不想失去你了 嗯 学习把你跳入软 和自己一起度过这夜晚 直到心内的步伐 住成贵于平淡 自己敲准幸远自然间谈 天台的风 让气不迷乱 为夜空一起舒适共荣燃 直到心内的期许 随着微风飘烈 扬起脚后面对披着脸 我不行了 我走不动了 怎么了 你先会儿没啊 你得拿出当天追我那个毅力来啊 一会儿就到山顶了 毅力是要建立在体力上的 来 我背你 你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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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背我背我 你背我背我 老婆 好 我们到尽头了 今天我一直背着你啊 总的我倒不累死了啊 你先准备吧 行 明天我 我也 我再 续续灰恶 续续不停 续暖 续续着那么多 的爱与悲爱 总有 无平淡 总有 我 爱 万 难 未来 一段 救救 消失不再 有人回来 对 我 愿正在离开 我女夢還總有驚嘆 這個 這個是和購人商對接過的採購合同 我這邊已經審過了 你看一下沒什麼問題就簽個字 我們這個項目呢 現在已經可以交工了 今天晚上 宋總請客做通 你們想吃什麼找他 好 另外 技術部 從現在開始 放下